小生姨 你穿得這麼正式是要去哪 好 各位 觀眾朋友 今天是在我虎口的第二天 第一天由於真的是太累了 我什麼都不想錄 所以沒有錄到什麼 其實有一個很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電池沒電了 那現在是午餐的時間 我突然很想吃辣泡麵 所以我就先來樓下煮一下 已經要吃了 對啊 等一下 我想煮這個 這個很特殊的泡麵來吃看看 好 你可以煮吧 沒問題 沒問題 各位可以看到其實我們是一個很傳統的那種 那種 客家人的那種 家庭你知道喔 我們這個圓桌不知道用了幾年了 從我小時候它就一直存在著 有人問說不是要煮嗎 對啊 先給你們做一下介紹 環境介紹 好 太扯了 我要吃糖 你這樣就拍到我了 如果有去辣你是不是就可以拍到你 對啊 我們終於吃完了我們的午餐 今天我真心覺得韓國辣泡麵 真的是超級好吃 外加上我自己覺得自己吃辣的等級已經level up 你知道嗎 之前我吃韓國辣泡麵我還有可能需要配一些水 可是目前我剛剛吃兩包喔 兩包喔 兩包的韓國辣泡麵我發現我完全不用喝水 我直接把那兩包全部吃完了 我現在整個肚子非常的溫暖 我猜明天應該差不多這個時間我就要挫賽喔 應該 其實在湖口這邊有很多很多的回憶存在著 不管是好的壞的 這裡面呢有一個是 有一間我國中就來去做補習的 理化補習班在這邊 那一個老師真的很不錯 只是我自己本身就是不怎麼喜歡那一個科目就很擺爛 還有這一家 本來那邊是 那個叫什麼飯堂 那一邊本來是在賣 本來是漫畫租書店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突然他們就不租了 我猜有可能是因為 有人租書欠著不還 然後導致於他們倒閉了吧 我猜啦好不好 可是我在那邊借了超多的小說 我在那邊借的小說量 真的是超乎你們想像 那一邊呢 這是我爺爺過世的地方 出意外的地方 其實到現在 了解到爺爺 這是我爺爺的過世的原因 我就覺得 有些東西是該放下 就是可以不用再這麼的 在意 我相信 爺爺應該也是這樣想的吧 而這條街走下去右轉 就是我們的虎口國中 那邊就是我充滿著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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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黑歷史的地方 國中這段期間 我真的很不想多說些什麼 因為我覺得那段期間都不是我非常好的回憶 可是也因為有那段時間 所以才有現在的雪兔 過去的我造就現在的我 等一下呢 我們要去新竹巨城 我們的家人旅遊 愛雨 就是我 我的姊姊跟我講說 不要叫我帶這支相機過去 那 我就帶比較小一點的 登登 GoPro 正在充電 應該已經充飽了吧 差不多 我就是用這一個GoPro 來拍一下我們 家人旅遊吧 我相信應該也不會太久了啦 好不好 我會帶著我的電腦過去 雪兔來到這邊 簡直像是精神時光路一樣 我覺得這邊時間過得超快 在池上好像有48個小時一樣 可是在這邊 我覺得好像只有12個小時一樣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呢 難道東部與北部的時間 時間是不一樣的嗎 好啦 那我們準備出遊吧 我會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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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出門